对 老婆 我有东西给你看 我也有东西要给你看 你要去泰国 只需三天连夜 面试晚就回来 那间旅游很大方 还买机票让我过去 什么面试什么旅游 就像是跟你说的那间 巴泰亚的闲水旅游 我跟他们的经理已经电话号召唤了 他们也有过去谈 你面试怎么都没跟我说 之前只是跟他聊 什么都还不确定 不如你跟我一起去走走 或者 你看这里 这里的环境也很好 我们可以去这边看看 苏拉巴亚 你家 很快就是我们的家 我妈打算把这里买下来送给我们 这里很靠近海 你会很喜欢的 这是你家 不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而且房子上面会有你的名字 在那里你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 我可以养你的 我不是鱼缸里的鱼 我不需要你养 我想跟你一起努力买房 我不想靠其他人 有人靠不好吗 为什么这么固执 虚意你跟留在这里有什么区别 还不一样什么什么地方 在那里你不只有我 在那里你不只有我 还有我妈我姐 大家都会很照顾你 你不去试试怎么知道 我已经试了 新的环境 新的人 我每天都在适应 现在又要我搬 不是要熊仇来过 我总不可能跟你去泰国吧 我在那里人生地不熟 语言也有问题 怎么适应 适应不了怎么生存 有些人因为爱 跨越了距离 有些人因为爱 而害怕距离 究竟是什么样的爱 才能让彼此在婚姻里过得幸福 活出最舒服的自己 别没精神出轨 乖老公 今天这么早收工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我跟婚姻咖啡刚好经过过来 看一下你不行 可以 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 周翰呢 他先走了 去哪里 他没有说 我不知道 谢谢 没想到JH能卖到这么好的钱 你的帐户有一定的粉丝数 让卖到好的价钱不难 不过就像他所说的 一定要时常更新 才能提高平均职业率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达到他的要求 有点难 只要东西够吸引人 就能抓住眼球 你可以多拍一些有挑战性 有话题性的主题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谢谢 我回去好好想想吧 如果真的达不到要求 就算了 试试看嘛 这间公司是我找到开价最高的 十万 到时你就能够付 换多的当品了 JH花了很多心血 而且里面有很多会议 就这样卖掉 有点可惜 有些事情留在过去就好 你不往前走 怎么能够制造新的回忆 说不定 新的会更好 你能不能晚一点回家 没有办法 明天还要做工 不然我会留下来陪你 并且同样太阳的微笑 我扶你 不同世界找到了你 今生今世不分不离 再多的挫折或对错 同行也有一起过 迪亚梦 我扶你 我扶你 这么晚 我去见客户 那为什么不带Chris去 他不是你的伙伴吗 这种事都是我去 他怎么会管 他不管 还是你不让他管 我相信你 信任是爱的基础 两者既是独立 也是相应的 相信并不代表爱 爱也不代表完全信任 但能肯定的是 如果少了信任 那爱也会一点一点的被侵蚀